大家好,今天要来聊聊最近比较热点的话题,那么就是国足规划的问题 在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国足40强的名单出炉了 上面呢,广州恒大的外员埃尔克森入选了国家队 那么既然是官方发布的消息,也就是说五血缘规划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了 我个人是坚决反对五血缘规划的 然后我的这个视频的标题也是,即便是国足规划了 它的实力也是亚洲第五的水平 那么这个视频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五血缘规划对于中国队来讲一定是失败的 那么谈到规划,基本上在网上,像是真日图条,像是微博里面 支持规划的是占绝大多数的 而且这帮人给出的理由呢,基本上都是希望看到高水平的外员 规划到中国队,然后帮助中国队进入世界杯 还有的就是说,中国作为这个大国,现在这个社会应该开放起来 并且容纳更多的不同的种族 只要能帮到中国队,我们就欢迎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言论 但是其实我想说,如果靠外援打入世界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那么世界杯之所以能成为足球领域里面第一运动 很多职业球员都以能够参加世界杯,能够代表自己的祖国夺得世界杯,而感到无比的荣耀 并且世界杯它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像什么欧冠啊,亚冠啊,甚至说什么南美解放者杯啊,这些俱乐部上面的杯赛 世界杯其实说实话,它的水平不一定有欧冠水平高 或者说一定不会有欧冠的水平高 但是为什么世界杯它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欧冠 甚至说很多不是球迷的人都会参与到世界杯里面来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世界杯它是具备民族性,具备国家性的这么一个比赛 那么如果说像中国队一样,假设中国队靠着11个巴西人踢进了世界杯 那么这11个巴西人很可能就是说在比赛的过程中 他们的交流都是葡萄牙语 只不过他们身上穿的是中国队的衣服而已 那这样一来呢,首先就不说是不是雇佣军的问题了 如果说世界上每个国家它的足球不行的时候 都要向中国队学习去规划,去找别的国家的人来帮忙的话 那么我相信世界杯基本上也就到了它灭亡的时候 像吴雪原规划这种事情,在国家的层面上一旦是放开的话 它就会演变成一种把国家队俱乐部化的形态 那么一旦把国家队变成了俱乐部的话 那世界杯基本上它的意义也就不是那么大了 那直接就是相当于世界俱乐部冠军联赛 基本上就属于这样一个比赛性质了 所以说每个参加世界杯的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民族特征 以及民族文化 并且让这种民族文化融入到这个国家的层面上来 这样的话,世界杯才更有看头 其实我并不认为埃尔克森是真的从内心里面热爱中国 他热爱的是中国人给他的钱 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以及他在中国所受到的上帝一般的待遇 那么其实说实话 如果这两样东西搬到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日本 我相信埃尔克森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为日本出战世界杯 他也会说我爱日本这样的话 如果换成韩国,他也会说我爱韩国 换成卡特尔,他也会说我爱卡特尔 只不过是中国给了他这么多的钱 并且希望他加入到中国的国籍 然后给了他非常好的待遇 因为我相信埃尔克森在巴西绝对没有这么多的球迷 因为巴西人基本上他喜欢的是内马尔 把内马尔当成神 所以说像埃尔克森,像高拉特这帮人 他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 再一个就是说退一万步讲 假如说真的我们靠11个巴西人打入了世界杯 那真的有了那一天的话 那在场上11个巴西人穿着中国队的衣服 在世界杯赛场上进行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球迷他的内心一定会是复杂的 所以说真正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真的能在这种情况下高兴起来吗 真的能够找到2002年打入世界杯的时候 我们的那种内心的激动和愉悦吗 我觉得是不能的 我是看了2002年全部的三场比赛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 但是因为比赛是在下午进行 所以当时我们学校就是上午上学 下午放假 我们可以放假回家去看世界杯的比赛 然后哪怕中国队组织了一个有效的进攻 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射门 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 虽然说当时很遗憾 没有取得一个进球 但是毕竟在像面对巴西队这种球队的时候 我们有过击中衡量的表现 并且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到后来基本上也就看到了 我们小组的对手像土耳其和巴西 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 一个是最后的冠军 一个是季军 所以呢当时中国队也可以说是分在一个非常强 实力强劲的这个小组 那没有出现或者是没有取得进球 也能够理解 但是如今的中国队 其实相比于20年前30年前的那个中国队 它的实力远不如当时 那么中国队这种实力打不进世界杯是理所应当 因为没有几个人去真正的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 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中国足球 为什么打不进世界杯 打不进世界杯 可能很多人说是我们的联赛不行 可能很多人说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球场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基地 或者说足血比较腐败 跟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 真正打不进世界杯的原因 是没有人关注清训 或者说没有人真正的注意到清训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我们曾经有过像郝海东 孙继海 范志毅这样的在现在看来算是天才球员的球员 我不认为中国这片领土上这么多人找不到11个会踢球的 我反倒认为中国这么大的领土 它会有很多可以踢球适合踢球的天才可以帮助中国队打入世界杯 只不过我们一个是缺少发现这些人的伯乐 再一个是缺少我们的足球文化 缺少足球应该有的这个足球环境 那因为这些东西的缺失 所以导致始终没有办法再一次打入世界杯 那么在说完这些问题 我们就来回到这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说为什么即便是规划后的国足 它的实力也只能是亚洲第五的水平 那么首先来说亚洲我们公认的强队就是有日本 韩国 伊朗 沙特 澳大利亚和新进的亚洲杯冠军卡塔尔 有这么几个球队 那么规划后的国足我相信实力应该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吧 所以说我觉得干掉沙特 干掉澳大利亚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但是呢面对像韩国 日本 伊朗 卡塔尔这样的球队的时候 特别是我在看了美洲杯上卡塔尔队的表现的时候 我更是觉得中国队即便是规划了以后 相比卡塔尔而言也是很难取胜的 然后呢像日韩和伊朗其他三个球队 如果看过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这三个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即便是规划后的国足 也完全没有办法赢下这三支球队 那么伊朗可以逼平葡萄牙 规划后的国足可以吗 我觉得很难 韩国可以在小祖赛里面 在德国的生死战里面 可以2比0击败德国 我们规划后的国足可以击败德国吗 我觉得非常难 然后日本 他打进了世界杯的16强 并且在16强对阵超级豪门比利时的时候 可以以2比0领先 差点就把比利时淘汰出16强 我觉得我们的国足即便是规划后巴西二队也很难跟比利时去抗衡 很难进比利时两个进球 所以说这三个球队我们是很难超越的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反对无选规划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看进行规划的球队 比如说像卡塔尔 比如说像日本 那早年间的日本 他的确是引入过像三都主 像拉莫斯这样的球员 但是呢拉莫斯他其实是有日本血统的 他的母亲是日本人 然后三都主他16岁就来到了日本 并且人家找的老婆就是日本人 在日本定居在日本买房 然后呢会唱日本国歌会讲日语 高度的跟日本的文化所融合 所以说三都主是被日本规划 不如说三都主是被日本同化掉了 但是我们的埃尔克森高拉特 菲尔兰多这些人并没有被中国所同化掉 他们的内心依然是想念着巴西的 他们依然以普特亚语在家里面交流 他们的老婆都是巴西人 他们只是他们个人把国籍改成了中国 他们的家人完全还保留着巴西的国籍 那有朝一日等他们过几年退役了之后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带着钱回到巴西 并把国籍改回巴西国籍 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说卡塔尔 卡塔尔为什么可以规划 因为卡塔尔国家首先时代就太小了 可能也就北京市那么大 并且卡塔尔人口确实很少 一个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国家 刨除老人小孩 刨除女性 那么能踢球的适合踢球的人真的没有多少 并且卡塔尔有大量的外国人 他本土的人还要干其他的工作 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踢球 那么只有规划 但是呢卡塔尔的规划和中国队的规划 是完全两个概念 卡塔尔的规划是从非洲选才 选的都是八九岁的儿童 把这些儿童接到卡塔尔来 卡塔尔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阿斯贝尔足球学校 不了解的可以去百度一下 去了解一下 但是中国没有阿斯贝尔这样的学校 可能我们说我们有鲁能足校 我们有恒大足校 但是我想说对不起 鲁能足校和恒大足校 跟阿斯贝尔足校完全是两个级别的东西 而且我们最缺的就是青少年高水平的联赛 高水平的对足球的这个文化上的理解 阿斯贝尔足球学校也是从千百号人里面 选出最优秀的人 并且把这些人送到欧洲的联赛上面 因为卡塔尔本身没有非常好的情绪联赛 那么被规划的这些非洲儿童呢 首先他一定要拥有过人的身体天赋 有非常好的身体素质 那这些人在经过层层选拔之后 将会被送到欧洲打一些高水平的青少年的比赛 并且呢在欧洲打比赛的同时 将会被欧洲的足球氛围足球文化所渲染 那么这些人等他们到18、9岁20出头的时候 将会回到卡塔尔为卡塔尔效力 而且这些人由于他是从小就在卡塔尔生活 等他们到20岁左右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高唱卡塔尔的国歌 每个人都信仰伊斯兰教 每个人都高度被卡塔尔所同化 所以在这些球员的内心里面 卡塔尔就是他们的祖国 因为他们可以高唱卡塔尔国歌 信仰伊斯兰教 并且接受卡塔尔的文化教育 而中国的规划是买现成品 买一些28、9岁的球员 在中国居住满7年的球员 这样的话其实要花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将会花一大笔的钱 去规划这些球员 而中国足球之所以一年不如一年 最大的原因还是中国足球 它的这个清晋体系崩溃导致的 那么足球清晋体系的崩溃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的教育 中国的文化出现了问题 很多中国的家长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最多也就是两个孩子 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踢球 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 如果在15、6岁、17、8岁的时候踢不出来 那么孩子没有办法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去上高中、去考大学 所以中国的家长 他们所担心的是孩子的未来 那么这基本上也就反映出来 中国的一个教育和中国的一个社会上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清晋 是落后于全世界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足球可以把规划外援的钱 来投入到中国一些有天赋的球员身上 来投入到这些家庭的身上 来给这些家庭一个保障 那么我相信中国足球将会出现 一批又一批的天才球员 但是呢 中国这个社会又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 然后各个层面上的领导他所想要看到的就是 马上能够实现的利益 马上能够实现的业绩 那这些业绩可以 让他们的仕途走得更平台一些 所以没有人会去关心中国的清晋 因为清晋至少来说 需要十年的时间去做 那么中国人是没有耐心的 是没有办法去保证去等十年 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 去等这些有天赋 年轻的球员来踢出来 这样呢 也就导致了目前来说 规划外援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那么其实这一点呢 是很让人悲哀的 中国足球的这个管理者 他的各个地方的足血 有很多其实都是比较功利 因为他们把足球这个东西 给功利化了 给利益化了 那么也就导致了 中国清晋没有办法去 良好的发展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清晋系统 而中国这个国家呢 又太大 在清晋这个层面上 是没有办法做到 全国的这个优秀清晋 在一起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赛 那么只有说把这些天才 聚集到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城市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保证 这些有天赋的球员 他的成才率 那基本上中国足球在过往 成批量的涌现出 有天赋球员的几个时代 基本上就是最近的 就是像徐根宝的 崇明岛 他搞的足球 然后再往前 20年前的这个辽小虎 张颖在沈杭的这个体育大院 然后造就了一批 极有天赋的这个球员 在之前就是像建立宝 一批球员被送到了巴西 然后成才率非常的高 基本上这三个可以作为一个教科书式的比较典型的模板 来供未来的这个情绪系统来学习 那么这三个成功的模板呢 他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要有一个交付式的人物 比如说像福克森 像温格这样的人物 像徐根宝 像张颖这样的人 这些人呢 首先他对足球要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 并且他自己要向球员们输出非常好的足球文化 再一个呢 就是这些球员一定要聚集起来 聚集起来的原因呢 就是说他们可以合练 他们可以进行高水平的比赛 那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 那这些球员呢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定期的拿钱去送到国外 跟国外的一些清训啊 一些联赛啊 进行一些比赛和交流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感受到欧洲足球强国的这个文化气氛 这是我认为中国足球可以得到良好发展 可以以后依靠这个打击世界杯的这么一个方向 这也是我为什么强力反对 无血缘规划 盲目规划的原因 因为我坚信中国足球是有美好的未来的 所以我反对没有中国血统 没有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外源 来花大价钱的被规划到中国 来代表中国进行比赛 那么基本上想说的也就这么多 我知道肯定也是会有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说法 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想说 我对中国足球无血缘规划的看法